既省钱又管用的养肾发 又须又胖的女人一定要尝吃 70多岁老中医教的既省钱又管用的养肾发 又须又胖的人在这个冬天一定要尝吃 铅子10克 电石10克 黑豆10克 素问金溃真元论理说 得光色黑入通于肾 开窍于二阴 藏经于肾 也就是说冬天要必藏的好 来年都才能省得毛病 特别是气血不足的人和身体优秀胖的人 更要做好这个养肾 铅食是古代书里的不老米 既可以趋势健脾又可以养肾 它可以把咱们身体中无用的废水排走 不会动用身体有用的精液 还能帮我们守住这个肾气 防止肾经消耗过快 莲子有很强的固精能力 可以养心凝神 尤其是在冬天 我们总是困倦乏力 喜欢胡思乱想 或者是焦虑不安 心神不定 那这个时候就要多吃一些莲子了 黑豆呢 被誉为肾之谷 更多呢 补养的是肾阴 冬季主藏嘛 想要藏好身体的元气 那么肾气呢 就得足 所以黑色入肾 所以哈 在整个冬季 就可以常吃这三个小种子 里面藏了满满的精华 不仅能帮我们滋养身体 还能提供充足的营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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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